因為反修例示威眾籌平台聲火和文卷入洗黑錢案 昨晚黑暴支持者在各區開發 其中大埔晚上發生開槍案 一名19歲男子被警員上前拘捕時 竟然在鬧事向警員開槍 警方期後拘捕疑犯,當場檢獲一支手槍 並在一個單位搜出長距離步槍和200多發子彈 警方透露,男兒犯涉嫌在去年隨直藏有槍械被捕 懷疑有人企圖在集會期間製造混亂和傷害警務人員 雖然警方今次靠情報主動採取拘捕行動 成功瓦解有可能發生的暴力行為 但警方在執法的過程中可謂困難重重 從昨晚在大埔現場影片所見 警方當時在一座大廈外面制服男兒犯之後 雖然隨即表明身份,並強調開槍的並不是警察 但仍一度遭受大量圍觀的黑暴支持者包圍 阻礙警方執法 當中一名有紋身的男子不停用粗口指罵警員 近一度和在場保護槍之靜默的警員發生肢體推撞 雖然情況一度緊張和混亂 幸好,在場的警員依然有條不文控制現場 不但沒有受到在場的黑暴支持者挑釁 更反過來關心在場會不會有無辜的市民受傷 而隨著防暴警察增援,才未出現搶犯 或令男兒犯趁機逃走的情況發生 更令人憤慨的是,黑暴的謊言文宣隨即在網上大肆啟動 除了將現場的警員相片放到網上起底和攻擊之外 還有人隨即散播各式各樣的留言 無編說,當時男兒犯開槍為下的手槍 是警員開槍後拋下的 一時又說大批警員無理拘捕手足 一時又指現場的警員在住宅大廈的大堂舉槍 誓要攻擊和抹黑警察為止 但其實只要細心觀察 當場檢獲的一支P-80型號手槍 根本不是警隊所使用的型號 而當時發生有疑犯在鬧事開槍的嚴重案件 警方如果不驗證處理,一旦疑犯開槍打中任何市民 試問黑暴支持者到時又會不會負責 從這次開槍的案件再次證明 黑暴的支持者只要有任何混亂的衝突發生 就會趁機會製造謊言,攻擊警察 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對香港又有什麼好處呢?